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小腿侧面都有一书行整齐的纹身字母 谭文文说过 纹身很疼 我很怕疼 但是越疼我越能记住一些事情 在某次采访中 白百合透露当时为了快点嫁给陈允凡 在没准备结婚戒指的情况下就领了证 为了弥补遗憾 白百合提议去纹身店在手指上纹个戒指 要留下爱的徽章 陈允凡更是表示 就算断了手指头 也不能将两人分开 结果后来两人被打脸 外表看似纹质彬彬的胡哥 其实也纹身了 胡哥身上的纹身很多 有的是他很喜欢的图案人纹上去的 但有一个纹身很特别 纹的是他的爸爸妈妈的照片 胡哥在家里是很孝顺的 为了表达对他爸爸妈妈的爱 所以他把他们的照片纹在了身上 真的很孝顺啊 在参加某个颁奖典礼时 赵丽颖身着陆被学访去 优雅大气上当次的造型惊讶了众人 正在大家纷纷点赞时 意外发现赵丽颖被捕有一朵紫色妖娆的花朵 遭到网友们画蛇天族的吐槽 不过粉丝解释说 是因为拍戏腰部受伤 所以切个花朵纹身掩盖一下 在一次时尚活动中 柳颜一袭蓝紫色蚊群亮相红毯 腰部疼腕绕的纹身 尤其姓木 柳颜除了这种为了美丽而闻的图案以外 右脚脚踝上 又还闻了一束梅花 因为梅花代表气节 所以柳颜想用这束梅花 来激励自己做人要有气节 月云鹏的纹身就有点蒙了 小月月发挥了自己一贯搞笑的风格 非诸家小鸟 月云鹏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你觉得呢